近日,中国首台住宅造楼机在重庆成功投入使用,顶升一层楼最快只需要80分钟,三天便可造出一层楼,挑战房屋建筑领域的新速度。 记者在现场看到,住宅造楼机整体造型如同一个铁盒子包住在建楼层,从空中俯瞰,可见空中施工通道和可开合雨棚,犹如一个空中移动工厂的全景式生产线。 从远处看,其运动过程看起来像是猴子爬树,一节一节地向上爬。 据介绍,住宅造楼机其动力来源是液压油缸,每次爬升时通过油缸的运转,把力传给板凳腿,再传给整个板凳,最终实现造楼机的整体爬升,最快只需要80分钟就能完成3米高的顶升。 在造楼机最顶部的施工平台,记者看到平台的施工人员并不多,两台遥控布料机伸出长长的手臂正在胶住混逆土。 尽管中午室外温度达到37摄氏度,但喷雾装置正在进行降温,作业层内的温度并不是很高,作业环境相对舒适。 它的安全性能也更好,对于工人来讲,这个作业环境就更加的安全。 项目技术负责人王浩南告诉记者,该住宅造楼机由中建三局工程技术研究院与中建三局三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联合研发,以300米以上超高层弓箭空中造楼机为基础,历时两年研发改进而成。 相对于体量1000吨,可用于300米以上的摩天商业楼的传统造楼机。 住宅造楼机只有270吨,不但操作人员少,还能做到墙体和楼板一起施工,施工速度更快。 用住宅造楼机建造出的房子,它的质量更加有保证,同时也大大缩减了工期。 在未来,随着住宅造楼机的普及应用,对于房子本身的质量安全、交房日期等都将有很大提升。